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未来要全面扶持 台北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台北市政府与文化内容测进院 签署合作备忘录 希望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 共同为文化内容产业 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台北市长脚丸与文化内容测进院 董事长蔡嘉峻 共同签署合作一项书后 推动文创产业升级计划正式启动 来进行影响记录 脚文表示台北市拥有最丰富的文化资源 与发展机会 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加速几乎占全台三分之一 超过两万家 营业额更逼近全台营业额的六成 达六千亿元规模 期盼借由与文策院的合作 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加成效果 为产业提供更多资源与机会 我们是全台湾各县市 拥有最多的文化资产 而且我们有生活文化底蕴 也有我敢保证 最丰沛相关文化 或是文创领域的团队以及人才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 接下来我们透过这样的合作计划 可以带给更多文创团队 以及这些企业更丰沛的资源 还有资金 以及带来更多的机会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 未来台北市 包括我们目前已经在 给予辅导补助的这些优秀团队 或文创人才 未来他们如果需要持续的成长 扩大规模 文策院这边可以也给予 下一步的协助 包括引进很多民间的投资 各方资源 就是希望让我们优秀 杰出的文创团队被各界看到 讲完更宣布 今年就是台北市文化永续元年 希望协助好的文创团队 成为台北市政治台湾 在国际舞台上最耀眼的一颗心 今天为宣示 是我们台北市文创永续元年 我们文创永续元年 从今天的重要签署合作印象书 里程碑开始 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希望接下来 我们可以再次集聚一堂 好好的为我们优秀的文创团队 帮他们一把 让他们成为台北市 甚至台湾在国际舞台上 耀眼的一颗心 文创团队董事长蔡家俊强调 这一次与台北市政府的合作范围 非常广泛 期盼从投资行销 到人才培育等 联收整合资源 为产业提供更多机会 日前才带队参加 釜山影展的蔡家俊 也透露已经与许多 大型国际娱乐公司洽谈 预计明年还会有很多电影戏剧 到台北拍片 那更实质的意义是 我们跟很多韩国当地的一些 大型的娱乐集团 电视台电影公司 都有谈了一些合作的 那应该明年开始 会有一些大型的一些韩国电影 或是美国电影 大概都会陆续来台湾 这边跟我们合作 接受我们这边的投资 也可能我们也热情 邀请他们来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拍摄这样 大概从明年开始 就会陆续看到这些合作 台北市文化局长蔡思平 这四个字概括 这一次与文策院的合作模式 就是先补后投 由台北市政府 先辅导补助相关文创业者 再由文策院扮演加速器角色 选择由永续发展潜力的厂商 进行投资 我们在那地方政府的台北市 我们先辅导补助 最后呢 让文策院在这里面挑出 他们觉得可以做永续投资的厂商 来做投资 所以一个先补一个后投的概念 就衔接了我们 整个的活动的最基本的精神 台北市挖掘方面表示 113年度文创永续培育计划 从其日起到10月31号为止 征求潜力提案 只要在台北市立案 对台北市文化创意产业 永续发展有意愿投入的文创团队 都可以进行申请 期盼通过专业的辅导 及投资机制 结合民间企业力量 为文创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孕育永续发展的环境 文化未来 共创台北 正式启动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针对金华城案 民进党市议员许淑华计划 再次在台北市议会提出停工联署 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表示 北市府坚定依法行政 台北市金华城案持续延烧 针对台北市议员许淑华 在议会提出停工联署 台北市长蒋万安受访时表示 北市府的魄力就是坚定依法行政 他已经要求建管处不受理金华城 提出施工勘验的申请 这样的做法也已经达到 实质停工的效果 我们的魄力就是坚定依法行政 这样的立场不会动摇 所以依法我们现在就是 停止施工勘验的申报 所以我已经要求建管处 不受理金华城 他如果提出施工勘验的申报 所以这样的做法 也已经达到实质停工的效果 讲完进一步说明 金华城的施工进度表示 第二层楼板完工就必须报施工勘验 北市府就是不准许不受理 这个立场非常清楚 不会动摇 目前金华城 其实他地下七层是原本就已经在 当然会要加一些机桩 那拆除地上层之后 目前他第一层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第二层 他接下来楼板完成 必须要来报施工勘验 我们就不准许就不予受理 所以这个立场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就是一切依法行政 这是非常坚定的立场 不会动摇 至于地方担心停工后恐怕会出现 公共安全问题 角安强调停止看见期间 北市府会依据建筑法规 要求起造人 承造人 监造人都必须做到一切安全维护措施 确保工地安全及避免对周遭住户产生影响 大家关注的 如果停止生活开业 会不会有公安疑虑 会不会造成周边住户的影响 包括你刚刚提到 包括驿长出户等等 所以其实不管哪一个阶段 任何时间 其实依照建筑法规 城商都必须要负起 维持工地公共安全的责任 我们也会强力要求他们要负起 依法该负权责任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 北投最大的社会 台北温泉季 10月30到11月3号 在新北投盛大登场 今年特别邀请到 东北六大祭典之一的 山形花丽季 南路市的声波鬼太鼓等演出团体 带来特色舞蹈与吉星演出 一仙国小小朋友 与华山小勤会 日本吴勇 带来花丽舞表演 为记者会揭开序幕 2024台北温泉季即将登场 今年以山形花丽季 北投缤纷乐 越复古越时尚为主题 邀请东北六大祭典之一的 山形花丽季 南路市声波鬼太鼓等团体 带来浓厚日本风情的特色舞蹈 还有即兴演出 以及舞蹈教学等互动交流 让游客体验原汁原味的日式风情 在山形县米泽市的花丽舞团们 今年他们将会派出超过60位的花丽舞的表演者 一起来到我们北投这里为我们做演出 那同时呢 我们也邀请到了山形县南路市的声波鬼太鼓演出团体 它也是一个非常地方 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表演 那在在地呢 在山形县南路市呢 也是非常非常有名 那他们也有自己的祭典 然后呢 我们也另外邀请到了 从全球唯一的榻榻米乐器演奏的谍乐团 重新回到我们台北北投来作为演出 那他们呢 也会带来我们榻榻米的DIY 以及其他各种DIY 来这里给我们民众做分享 我想最辛苦的就是每一年的温泉季 我们都要绞尽脑筋 然后呢 要想我们到底要办什么样的活动 四年一次的撞神教 那就不用想 那四年一次到就知道是要撞神教 但是呢 在这四年当中的三年 我到底要办什么活动 这个都让我们非常的苦恼 然后今年呢 我们邀请了将近两百位的日本的好朋友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盛典 那我想这个活动呢 大家可以在电视影片上看到 他们是一个东北非常有名的祭典 那也因为我们今年的六月份 我们带着我们的商圈去三行线交流 对不对 那知事跟市长还有会长一口就答应了 所以他们也自己要编一算 因为他们也来了七八十位 台北很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的北投的温泉 那真的要跟大家分享 北投呢还荣获了米其林绿色三星城镇 这样的一个荣誉 因为我们有好的旅宿 好的商圈 以及很好的观光的资源 所以呢 竟然可以 这真的是我们 整个台湾的交友 大家赞不赞成 来鼓掌一下 米其林绿色三星城镇 非常了不起哦 还有呢 也竟然可以被我们美国非常重要的福斯电视台 推荐为全球的最佳的旅游景点 真的是哎 我都觉得这我们很台北的骄傲 台湾的荣耀 所以我们现在北投温泉季 算行之多年 那刚刚有讲到说 主持人有讲泡 泡明汤 享美食 享优惠 但这个享优惠要跟大家说 享优惠要抢优惠 因为呢 每年到这个时候 这个优惠券啊 常常就一扫而空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北投温泉 享优惠 手脚要抢快一点 才会抢得到 那当然要非常谢谢我们整个协会呢 带动我们整个的北投的观光 所以我想这个公司协力 最好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展现 大家也知道 台湾的温泉 北投是首创 而且是龙头 那从北到南 那刚刚也特别提到 我们观光署 为了推展我们台湾的温泉 我们每一年 在九月开始 以台湾好汤 去推动 我们台湾的好观光 那当然 我们在座里面 我们还要靠更多的我们温泉饭店 还有我们在座的商圈 各个的一个产业 因为我想是要在大家互相一起带动 那当然也要我们讲了越在地越国际 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台北温泉祭每一年都能够串联国际 从刚刚提到的去年的壮教 今年又看到了花丽祭 那达到国际的交流 除了来自日本的精彩演出之外 还集结近80家温泉及美食业者 共享盛举 让民众不用出国 就近来北投就能享受丰富的温泉美食之旅 那在活动期间呢 我们北投还有亚太的温泉协会呢 准备了非常多的展摊 那今天我们很多的温泉业者呢 都有到现场 那会在我们这一次的台北温泉祭呢 作为贩售 还有呢分享给所有的 喜欢我们北投温泉的好朋友们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 我们的爱新文创市集 那以及我们符人社的捐血静缘 还有乳房摄影的检查 这一次呢同样都会在我们台北温泉祭的这五天内 来一起给我们的民众参与 那在五天的活动上呢 我们还有找了许多在地的表演 那以及我们北投的一些国小国中 然后以及我们大学的一些社大的好朋友们 一起到我们现场的舞台上作为表演 也希望呢我们的民众朋友呢 可以一起来支持 2024台北温泉祭将于10月30号到11月3号 在新北投盛大登场 温泉祭期间还安排新北投文化导览服务 以及温泉专车 众多精彩活动 邀请民众把握机会 一同来北投泡明汤 吃美食享优惠 感受北投温泉文化的美丽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国民党立委罗志强筹备新国会智库 邀请前总统马英九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国民党前副主席郝龙斌 到场出席记者会 未来每两个月 就国内重要的公共议题发布民调 提供跨党派的立法委员问证参考 国民党立委罗志强 在立法院举办新国会智库成立茶会 邀请前总统马英九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前台北市长浩龙斌 到场出席立庭 并喊出国会立法民意优先 盼能够借由定期就重大 公共政策议题发布民调 探求真实民意作为国会立法依据 国会立法民意为先 国会立法民意为先 今天很高兴成立新国会智库 那新国会智库 其实我要讲一点小小的渊源 这个跟在座我们一位 我敬重的前辈有关 今天我特别要求到现场 我们的中国时报的社长 我们的龙斧天 龙社长 谢谢社长 就大概几年前就跟龙社长讨论过 说觉得我们现在应该需要一个 专业的政策民调中心 然后来对于所谓的公共政策 乃至于国会立法审议法案 能够提供快速及时的一个讯息 民调讯息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到底什么样的立法 什么样的政策 是符合民意的 所以经过多年的努力 今天终于成立了新国会智库 那新国会智库的运作 大概就是我们大概每两个月 也会发布一个政策民调 我可以跟各位直接预告啦 我们第一个政策民调 就是针对目前大法官 针对死刑的事件判决 那到底民众是怎么思考这件事情 跟一般民调不一样 我们除了先了解民众对于死刑 以及对于大法官 事件的一个态度 我们接下来会来去问这个民众 对于国会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面对大法官这一次的一个实现 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判求民意 对于我们接下来 不管是在行使所谓的立法权 还有预算审查权 乃至于人事同意权 都可以作为跨党派的立委的参考 但是跨党立委参考不只是提供国民党 也包括提供民众党 还有包括提供民进党 所以希望我们国会的立法能够接近 新国务次部未来将定期针对国家重大政策 跟相关立法问题发布民意调查 结果作为国会立法跟政府施政的参考 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经常借着 彻翼网军带领不实的风向 企图影响媒体 民意越来越难被真切的发掘出来 并且传播出去 尤其是在两岸政策跟能源政策这两方面 问题最为显著跟严重 所以志强秋 这个时候成立新国会智库 正是时候 当然有必要 我非常肯定 相信通过公正客观的民调数据 将可以反映民众意见 并吸引更多人对公共议题的关注 打破民进党所设下的议言堂 让国会的立法更厌尽民意 强化对行政权的监督 志强秋曾经担任我的发言人 跟总统府副民事长 他年轻有为 学士渊博 经验丰富 相占中书呢 是最得力的左右手 他进入立法院后 问证用心 监督有力 获得选民的高度肯定 相信在这样的一位 能成干将的破话之下 新国会智库并能探求出 真正符合民意的政策 跟大家一起合作完成 进步理性的立法 这个将来发挥很大的功能 第一个民调要做的 不是罗志强帅不帅 而是第一个要做的 有关于对费死的态度 我觉得经过基隆的罢免案 也应该做一个调查 要做一个调查 是台湾民众对这样一个 报复性的罢免 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 大家的态度是什么 我有看到雅虎的民调出来 大概七成的民众 是非常支持修法 另外有十几%是相当支持 一个非常支持 相当支持 等于是这两个加起来 已经八成五以上 民众都是看不过去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 透过民意的一个调查 让这个民意的力量展现出来 未来很多的公共政策修法 都是透过民意的力量 那我们谢谢志强成立这个智库 那我相信也会结合我们 国民党的中央的智库 以及我们很多的朋友 各地的智库们 我们都叫他是大智库 这个大智库的观念 就是汇集各界的力量 然后把民意展现出来 把社会的力量展现出来 把学界专业界的力量展现出来 其实我认得志强 大概是在座所有人员最主要 包括总统在内 志强在当初 我认识他升级 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在高雄 成立一个艺人电台 在那里为了他的理念 打拼的时候我们认得他 那时候我也接受过他的访问 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 志强是一个有理念有战力 而且愿意全力以去的人 那今天看到这么多 我们各党各派的立委在这里 我也真正体会到 志强的好人员 所以他成立这样一个智库 以他自己过去 就是任何事情做事认真 而且接地气 全力打拼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相信未来这个智库 绝对可以发挥非常大 不仅是罗志强问证的效果 以他的好人员 我相信他也会非常乐意 跟国民党民众党的好朋友们 分享他的问证结果 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件事情 两岸不和解 蓝绿不和解 再也不合作 台湾没有希望 那今天 两岸要和解 我们必须要找到最大公约数 最大公约数是什么 中华民国 就是对爱要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 而台湾这边 我们要把中华民国 实质到底 中华民国代表的意义什么 弄清楚 那蓝绿要和解 很简单 就是所有人要放下 意识形态之间的束缚 我们在要求 赖清德放下意识形态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要放下意识形态 那我们蓝绿之间最大的共识是什么 台湾维持现状 所以我们任何事情 对于维持现状有帮助的 我们就去做 任何事情对于维持现状 没有帮助的 我们就不要去做 民众党党团也有人献身祝贺 到场人相信新国会智库 能针对重要议题 借由民调方式深入了解 台湾人民的想法 成为重要政策的依据 记者文君台北不到 接下来带你来关心医疗消息 放射性治疗是癌症治疗重要的方式之一 如何降低副作用 精准打击癌症的细胞 三种耗资5亿元 引进全台第一的1.5T高阶磁症刀 正式启用 透过精准定位提高单次放射剂量 缩短病患来回奔波医院的次数 透过MRI和磁共振 提供最清晰的肿瘤影像 协助医疗人员进行放射范围定位 精准放射治疗剂量 以有效消灭癌细胞 这是三种耗资5亿元 引进的全国第一台1.5T高阶磁症刀 能在治疗前及治疗过程中 全程及时监控肿瘤 可以说是放射治疗的最佳武器 事实上放射肿瘤的治疗的设备 越来越近 事实上对病人能够提供一个 很好的服务 而且可以延缓 可以延长病人的一个寿命 这个是整个在放射治疗里面 一个治疗领域里面 非常突出的一个经 三种放射肿瘤部主任林群叔 说明这套全民高阶磁症造影 及时导航放射治疗系统的操作原理 藉由精准定位并提高单次放射剂量 患者可以采取1到5次的短疗程放射治疗 并且透过监控及时调整放射范围 不但有效保护周围正常器官组织 大幅降低副作用 更能缩短病患来回奔波治疗的次数 特别适用于持症造影 才看得清楚的肿瘤 例如肝癌 直肠癌 脑瘤 早期乳癌和社护腺癌等 它主要特殊有几个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电脑断层导引 那这核磁共挣导引 是没有具有额外的辐射线 所以我们在整个疗程当中 可以及时的监控肿瘤的起伏 肿瘤的位置大小 那因为我们这机器也是这两年的机器 所以集合最新的AI技术 我们每天可以重新制作 个人化这肿瘤当天的肿瘤位置大小 来给予不同的剂量 那大幅减少治疗副作用 那同时因为我们可以治疗的当下 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目前的核磁共挣 跟电脑断层相比的话 对于很多结构 包括脑部 那包括射护腺 胰脏等等 都可以看得更清楚 那看得更清楚 相对就治疗得更清楚 三种放射 肿瘤部组织医师 书役副透过手中的硬币 进一步说明这台1.5T 高阶磁振刀的精准程度 我们现在可以用即时监控 看到这个肿瘤在那里 然后直接做照射 其实我们现在这样的肿瘤来说 大概就是希望在两米尼左右 在国外的专家的研究 研究当中 甚至希望说 完全都不要加任何 所谓的这个叫做 操作性的误差 叫Setup Error 因为就是 其实在对位上 就是有这样的影响 所以因为照射的范围变小 那导致说 我们的副作用可以降低 三种放射肿瘤部组认 林荀书透露 10月底这一套机器设备 将再次进行升级 新增及时持症噪影监控 搭配呼吸杂控放射治疗技术 可以进步治疗 肿瘤会随着呼吸移动的癌症 例如肺癌 肝癌 肾癌等 加会更多癌症患者 我们在这个月底 会升级呼吸杂控的技术 所谓呼吸杂控 就是说 治疗当下 我们治疗到一二十分钟 如果肿瘤随着呼吸 肿瘤落到我们治疗区块 机器才会启动我们治疗疗程 那如果肿瘤因为呼吸 远离我们治疗区块 那我们机器会自动关机 那同时核磁功能 即使还在监控 监控到肿瘤又落到我们治疗区块 治疗机才又启动 重新再做治疗 那这样虽然说可以 可以大幅减少我们治疗副作用 可是也会增加我们治疗时间 记者张气台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建国皮球场都更案争议不断 国民党立委王恒威召开记者会 呼吁行政院停止错误决策 我想请问北科大 我想请问教育部 我想请问文化部 一个学校的校舍的用地 的取得 要高于高于高于 一个百年建国皮球场 一个活骨鸡的保存吗 立委王恒威再度针对建国皮球场 都更案召开记者会 王恒威表示 建国皮球场从文化园区 变更为将部分土地 作为台北科技大学用地 监察院在今年9月5号 就已经提出纠正 更痛批此案都省会 10月22号才要进行讨论 台湾烟酒公司就先去办理土地分割 当地朱园里里长也质疑 台酒急着分割土地 是否已经确认 北科大会取得土地 都省会都还没有通过 那么原来都省会是 10月22号预定 在这个第一案再讨论 10月22号才要讨论的事情 但是呢 他们9月就去完成分割 然后跟大家报告 你看到这个时间 他们不知道到底在急什么 10月22号要开 那个都省会 然后呢 他们在申请付 就是在重复葬粮的日期 是10月24号 看到没有 行政院你们在演哪一出啊 所以原来内政部的 这个都市计划委员会 都要配合演出吗 我到时候我还是会参加啊 我就要看各位委员 是不是完全在配合演出 10月22号开会 他们在申请付账的时间 是10月24号 你看到没有 简直是超完美的衔接 所以今天行政院 就是硬干到底了 把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 当成橡皮图章啊 我到时候就要问这些委员 是不是你们都变成橡皮图章 那现在这个既然是我们还在审议中 刚才委员有讲到说 我们现在 在接续的会议审议是10月22号 他们就在做一个所谓的 在做分割检枝的这种动作 事实上是不是已经说 那成属委员所讲的 是不是确认了 已经都知道了 这个北科大来取得这个建国皮图章 这个土地绝对会通过 其实这个地方 假如说绝对会通过的话 还是一样 前行政院跟现在的行政院院长 还是能再藐视我们地方的名利 台湾历史资源经理学会 副秘书长黄俊达表示 啤酒厂分割后 不仅不利于谷基活化 还让土地价值增发了229亿 台湾烟酒公司工会 全国联合会前理事长 赵明源则表示 谷基是全民的资产 一旦丢弃就无法挽回 其实这边有颜色的色块 其实多半都有文化资产保存的身份 不论是古迹或是历史建筑 那其实实际上学校要要去的空间 其实就是占去了 所有的几乎三分之二的 文化资产的区域 那其实也是无视于 现在其实都在这个古迹区域 其实是一个活的产业 在运作的工厂 那把它分割出去之后 其实两边 其实都不能够很好的 其实它就是先让这个生产的过程 其实就会先显置下来 然后两边再想办法 让它再活起来 那其实监察院 其实也之前针对台北市政府 跟台九 其实也有一个活化的想法 只是被监察之前的行政院 直接就否决掉了 让它现在在推动的是让学校进入的想法 那这个部分其实监察院 其实也有提出纠正说 这个其实就是直接让台九公司 土地跟相关的价值 增发了229亿 没有一间公司会让自己的企业的资产 增发这么多 所以其实台九其实是受到其害的 那这个监察院其实也直接指出来 那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就是对这个过程 其实对文化资产其实非常不尊重的 台湾啤酒文化园区建国啤酒厂 它是属于一个全民的资产 政府是随时可以换的 全民的东西是一丢了 就拿不回来了 这个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 可能监察把那张图弄起来 各位可以看 大学二的用地 就是把建国啤酒厂 渭水路那边一进去 整个的通通给了北科大 建国啤酒厂以后没有大门 或许以后的大门 可能是在巷弄内 这个是已经105年的一个啤酒工厂 而且是还活着的一个啤酒工厂 我们是从民国84年开始 就在一直推动啤酒文化园区 然后也获得了 在行政院的一个正式的会议决议 就是郑文燦 短短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就把整个档子全部推办 对于申请土地分割 台酒公司表示 是依循行政院会议结论办理 我们台酒公司是100%由国家持有的国营企业 所以国家的政策就是我们必须要遵循 依照行政院的会议要求 我们在今年的10月18号 送建到台北市中山地政事务所 办理土地分割当中 目前还没有分割 可能程序上可能要一两个月以上 黑箱作业 你好事我知 令委王宏伟表示 自己100%支持教育发展 但建国啤酒厂有超过百年历史 且至今仍在生产 被称为活骨鸡 百年活骨鸡只有一个 没办法替代 必须全力维护保存 也呼吁行政院要停止错误决策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案落幕 最终不同意罢免高于同一票 谢国良成功守下市长的职位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思敏 和副书记长罗志强 呼吁发起恶霸的主事者 负起政治责任 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案不通过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思敏 与立委林沛祥 徐宇珍 罗志强举行记者会 对于这样的开票结果 要主事者负起政治责任 并呼吁不要再继续反民主 不正当毫无意义的大罢免朝 基隆市民用自己手中的神圣选票 挺善良 继续的让我们肯做事 会做事 能做事的 谢市长继续来为基隆市民来服务 开票结果同意票会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的门槛 反对票更高于同意票高达一万六千票 否决了这场没有正当性 劳民又伤财 毫无意义的罢免投票 这次民进党发动仇恨 输不起的罢免 基隆人民用选票来打脸他们 还给我们谢市长赢个公道 也印证了我们善良战胜恶霸 可以说是大快人心 民进党政府想要用罢免 来破坏我们民主的财狼野心 我们就是看到被我们基隆人民 狠狠地打来意气响亮的巴掌 我们回顾这一次的罢粮案 一开始民进党以及他的彻翼攻击团体 一直主张说东岸三场的产权 是有问题的 谢国良市长所领导的市府团队 我想最后经过我们司法的验证 不但在三次的司法诉讼上赢得了胜战 连行政机关的审议结果也同时胜出 可以说是四连胜 市府完全是依法行政 守护了基隆市民的财产 也凸显了林又昌在担任基隆市长 他所领导的基隆市府团队 是如何的违法乱纪 图立财团 这样的前市长检调机关监察院 要不要好好的查一查 有民进党的议员在范云的直播中 竟然他这样说 他说民进党绝对没有参与霸凉团体的行动 绝对没有 这些发起霸凉的人的年轻人 自己也说自己是小草 支持柯文哲 怎么会是民进党 天啊 青鸟们听听这句话吧 你不会觉得心酸 不会觉得心痛吗 整个新闻背景就是意思是 今天霸凉不成功 就是这些嫩草们 经验不足啊 青鸟都变成嫩草了啊 一个政党没有担当到这种程度 赢了就收割 输了就切割 这是非常擅长 赤圆刀的伟大的民进党 割派政党吗 什么都可以割吗 就像我们的书记长讲的 今天这场罢免 请问各位 最先的始作俑者是谁 都忘了吗 就是肖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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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别人 当基隆 东岸停车场被轻夺 轻占的第一时间 连事实都没搞清楚的时候 是谁穿着Net的衣服 挺Net 然后让引导所有的 绿军 网军跟媒体 炮轰基隆市政府 是谁穿着Net 挺Net 引导所有的网军 绿媒 炮轰基隆市政府 就是你肖美琴 我拜托肖美琴 今天你站出来 你要不要今天 也穿着Net挺Net一下 给大家看一看 穿着Net挺Net 基隆市长谢国良 罢免案投票结果 不同意罢免票数 86014票 同意罢免票数 69934票 否决罢免 第一件事情呢 在这边要特别的感谢 所有我们 睿智的 所有乡庭的 基隆市民好朋友 因为有你们 所以这次的恶意罢免 这次的政治斗争 我们停过来了 然后我跟国良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一个人在地方 一个人在中央 帮我们基隆市民 募取更多 更大的福利 第二件事情呢 我也呼吁一下 会呼吁一下 我们那个 目前的执政党与金党 罢免一次 在基隆花了 公帑三千万 明年的大罢免朝 如果来 你们是准备花几亿的公帑 来去做政治斗争 明年 全台湾将近有 五十多个选区 你是不是 每一个地方 你都要来 奉仇罢免 那如果一场罢免 就要花公帑三千万 其他的成本都不算的话 虽然国家机器是你们的 但是人民的纳税钱 每个地方政府的纳税钱 是给你们来这样子乱花的吗 是否 如果说你们真的要 发通大罢免朝 不管是民进党 还是这些类公民团体 能不能你们有 先把罢免的保证金交出来 不要让全民为你们的任性而买单 最后一点 我们现在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里面 民主法治 讲求的是责任政治 输了 要担起败战的责任 不要一天到晚输了 就不干我的事 政治责任是要负的 我们看到了基隆市民非常有智慧的 用他们的选票来请善良 用他们的选票来告诉民进党政府 他们反对恶霸 他们要的是一个幸福的城市 而不是一个充满仇恨的城市 我们可以看到一下 我们昨天的投票 我们不同意这个罢免是八万六千零一十四票 同意是六百 六万九千九百三十四票 国家不同意票大赢了同意票的这个一万六千多票 尤其是同意票连最低的门槛都没有踏过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谢国良市长在七个区 基隆市的七个区是全赢 尤其基隆市在这个国良市长在当选市长的时候 他的得票率是五十二点九 可是这一次他的得票率是将近五十五趴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年多来他的施政 其实是受到市民的肯定 所以这次也反映在这个选票上面 有不但从五十二趴进步到五十五趴 也让所有的基隆市民 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罢免案出来投票力挺 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案不通过 林斯敏指出从这次的罢免案观察到 现行选罢法规定 联署审查过程中有非常多的弊病 国民党团将推动选罢法修法 加研罢免联署需付身份证营本 提高罢免门槛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1987年 在国父纪念馆发生 女性服务员争取工作权的事件 国父纪念馆方面 特别将这一起抗争事件 邀请漫画家以漫画的方式呈现 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这一起 台湾女权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 也见证坚毅不屈的女性力量 开心的拿着漫画与作者 颜维宣及国父纪念馆管管长 王兰森等人合照 已经在国父纪念馆服务数十年的 王兰森回忆起 1987年8月内场针对单身禁运 与年满30岁必须离职等不平等契约 而采取的抗争行动 王兰森坦言当时压力真的很大 很怕签名联署后工作会不保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很开心 自己有勇气参与其中 其实我们当时有很多 我们管理面所谓的这个 约顾人员有七八十位 所以后来我们都觉得这个条款 实在是对我们女性而言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平等的一个待遇 因为我们都觉得 我们那时候还蛮年轻的 我们还可以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不应该因为我们的年龄 还有我们怀孕 就否定了我们工作的能力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会发起一个这样的运动这样子 那大家当时也蛮同心协力的 所以那我们其实当时也没想到说 我们会影响这么的深远 能有今天的所谓的性贫 这个平等的平等法的一个通过这样 所以我们其实对我 我是个当事人 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这样子 我们当时有这样子的勇气 去勇于对抗那时候的所谓的 那个不平等的一个待遇的勇气这样子 压力大吗 那时候压力很大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先 我没有请教过专业人员 他们就请我们说先连署这样子 可是其实大家都有犹豫 包括我在内 我们大家都很怕 对不对 那个年代我们大家都很怕说 万一我签了名 搞不好我马上就没有工作 可是我们大家都还是鼓起那个勇气这样子 为了纪念这起台湾女权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 国父纪念馆方面特别邀请漫画家 颜维轩创作这本 晋级吧花样正义 希望透过漫画方式呈现当年 国父纪念馆57名女性服务员 争取工作权益的真实历史 在1987年的时候国父纪念馆的女性同仁 特别为自身的权益来对抗当初的这个政府体制里面 对女性员工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在这个历史的事件里面 我们这些很优秀的女性同仁们当初为自己的权利 为自己工作上面有很好的表现 来特别争取自身 能够在公家机关里面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那时过这么多年 那我们现在的同仁们特别利用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 把它用年轻人 现在实际下年轻人最惯常用的方式 就是画手漫画 甚至漫画之外 我们还跟很多媒体相结合 把它公布在各种电子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 用这样的一个漫画跟现代网络的结合 来宣扬这样的一个理念 日智漫画风格融入时代元素 擅长刻画人文温情的作者 原为宣期盼发挥漫画独特的力量 让年轻人认识这一场 触发职场性别平权立法运动的抗争行动 我有想过说怎么样会让大家觉得 是这个是一个比较 没有那么相对来讲的话 比较那么严肃的故事这样子 所以是用了比较亲近的话 就会让人觉得比较亲近的 那个日本漫画那种类型的画风 对 然后但是就是稍微的把 再把就是那个时代的元素放进来里面 然后做的我觉得就是沟通的对象 我希望是比较年轻的人这样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说 可能到我们这一代大家也都不太知道这件事情 漫画最后还加入了照片文献等史料 希望协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当年抗争事件全貌 我其实比较定义自己在于说 就是我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关注 那后续会有一些比较偏向说 大家想要了解的更多的时候 能够有就是资料可以看的话 我们会把它附在就是后面的地方 然后让读者可以了解说 当时发生事情的顺序到底是怎么样子 这样子不会说就是只停在一个很简化的 很戏剧化的事件里面就结束了 这女生真的太厉害了 除了推出国父纪念馆首本漫画 台湾女孩日系列活动还包含说绘本故事 原住民舞蹈表演 及高达400组摊位的岛国礼座绅士集等 晚上更在园区举办文子电影院 透过一连串的活动 为温柔坚毅又勇敢的全国女性喝彩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基督市政府儿少处专门为0到2岁的孩童设计的育儿宝贝带 让不少新手爸妈轻松陪伴小孩 还能替家中的宝贝做造疗检测 带里面有很多宝贝刚出生东西 像这个球球 还有刚才的安抚精 就很大一点才可以用 那这个是书不会受伤的书 造型卡哇伊的育儿宝贝带 里面装满各种贴心小物 有回力小车车 小布书 安抚精等 让新生儿爸妈爱不释手 连小孩都玩得不一乐乎 看到这个育儿的实用手册 我们就可以跟着他去看上面的手册 去教小朋友怎么去玩这个玩具 让他可以去学习去成长 所以这很感谢我们儿少处准备有这么多的玩具 而且我刚才还有看到一个就是 里面还有一个成长的指引 就是说发展量表 加上我们家长就知道说 小朋友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不是正常 没有需要做一些处理这样子 所以非常感谢 希望鼓励妈妈们多生小孩子 那再加上今天儿少处推出来的育儿宝贝带 让小孩子只要涉及在基隆的都可以来申请 我觉得一连串的措施 包括市长的室内儿童乐园 最终希望打造基隆是一个有爱的城市 也希望鼓励更多的人可以在基隆生养 那基隆也专门成立了一个儿少处 专门照顾小朋友 也关心更多小孩的事情 希望所有在基隆的家长人开心 也希望小孩子们都很愉快 基隆市政府儿少处送给新生儿礼物 首度推出育儿宝贝带 专为0到2岁幼童设计 里头除了有6种玩具 还有简易的发展量表 工具书 市政府更贴心加镇婴儿泡泡路 让新手爸妈照顾上更方便 希望家长们因为我们这么好的政策 可以多生一些 让我们基隆的出生率增加 人口增加 再次谢谢儿少处的用心 也希望大家更同我们市政府这样的政策 基隆一儿宝贝带呢 就在我们的10月1号开始可以领取 到我们的护证事务所 7个区的护证事务所都可以领取 而且呢我们可以追溯到 只要在今年1月1号出生的宝贝们 都可以 就是家长带着我们相关的政策 到护证事务所来领取 欢迎大家一起来陪伴小孩子快乐成长 软心礼物 育儿宝贝带将从10月1号起 分送各区护证事务所 所有新生和父母 在办理出生登记时都可以领取 记者黄少铭只用报道 为了关怀弱势与生肠朋友 打造无障碍的环境和友善的服务 市长谢国良与市府团队 大力推动有爱店家 也邀请立法委员柯志恩 一起走访基隆 让外界感受到各店家的服务热忱 与关怀弱势生肠朋友的用心与爱心 这是我们有爱店家 这是我们陈老板呢 曾经在海外流水 都遇到很多不方便 然后呢现在要来回馈家乡 然后自己的能力 然后我们除了有爱心服务里以外呢 老板也使用这个移动式的 移动式的鞋剖板 让我们的一族可以方便的上下 为了打造无障碍环境和友善的服务 市长谢国良大力推动有爱店家 日前市长谢国良也要请立委柯志恩 一起拜访有爱店家 了解有爱店家的特色 包括在人四路的巨要科技 跟人五路的文明眼镜行 还有爱三路98项内的习惯这家咖啡 咖啡店老板说 透过市府的奖励补助成为友爱店家 借此打造了店内无障碍空间设施 更贴心推出了语音菜单来便利市长朋友点餐 有遇到我们的朋友 那是以那个仪惠姐 那他叫我加入这个友爱店家 我就觉得我就直接跟他说好 对 完全觉得不错 加入完的时候会觉得说 因为他会帮我们新增这些 我觉得比较对于身心障碍 那些不方便的地方 他都会做改善 我们从门口有做案服务礼 那我们会出来接待他们 然后会有做 还有门口的鞋剖板 那这部分也是让他们可以方便进来 方便坐轮椅的人进来 那到位置区的时候 我们菜单也有做语音菜单 让一些看不到的 他们可以用听的 对 然后也有很多种语言 对 然后有六种语言这样子 然后还有新增厕所的一些扶手 那厕所也有新增一些紧急服务领 那他们有遇到事情都可以按这样子 他们等到他们有些声音障碍来的话 他们都觉得 会觉得用餐环境会觉得不错 因为毕竟他们都还是要出来吃饭 那有些店家都有 可以加入这个友爱店家 我都觉得很不错 他们的设施 就是真的很为身心 尤其是肢体障碍的朋友 还有我们私障朋友 要去上厕所 那种空间 还有就是服务的品质都非常好 另外也加入友爱店家的 文明眼镜行老板说 透过市府推动的培训课程 也学到许多服务 身障朋友的技巧 然后我们之前也有他 有去上课 叫我们要怎么 比如说市障的朋友 或听障的朋友 我们要去怎么引导他们 他们都有跟我们交代 转慢 然后在那个是是 那一个慢 再一个进 就是说我们进来的时候 我们要转一个方式来 来帮忙一些听障的朋友 那如果他真的没办法 我们用鞋的 那比较那个用慢一点的方式 然后用那个用势力 势力来那个 那用慢一点 那再用找到比较安静的地方 来帮助他们这样 参与的店家老板都相当肯定 市政府社会处 推动的友爱店家计划 透过公司协力 一起来打造基隆的 无障碍空间 便利伸障朋友之外 更鼓励他们外出走走 开拓生活圈 市府也欢迎市民朋友 多来消费 一起来支持友爱店家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台湾制胜文化艺术学会 举办第四届制胜奖 全国书法比赛 在暖西国小登场 以榜输决赛为特色 吸引各年龄层的 书法爱好者参与 推广真善美的理念 并将书法艺术 融入现代生活 迈入第四届的 制胜奖全国书法比赛 以榜输决赛为特色 评审团教授指出 榜输呈现的是精气神 有别于一般书法 又占线的特色 榜输的比赛 章法或布局上 要跟一般的书法比赛 不太一样 它比较重视在 整个气势 好像写匾额 让整个书法的一种 精气神能够呈现出来 要把那种笔画的精神气势 能够显现出来 所以它比较不拘细节 以近代 大家写大字少 古时候写牌匾的非常多 所以更需要借着我们这个比赛 来振兴这个书法的 这种榜输的风气 台湾制胜文化艺术学会强调 繁体字根流台湾的重要性 在榜输的书写当中 不但能够很豪气的 展现你的书意 也可以抒发心情 更可以在非常紧凑的 生活环境当中 是非常适合的 那未来呢 我们还希望 朝世界级的比赛迈进 尽管受到山陀儿台湾影响 参赛者的热情丝毫未减 我第二季的时候有来 然后是写小字 然后第一次尝试写榜输 我很荣幸来参加这个资胜奖比赛 自来参加资胜奖就是放松心情去写 不管有没有得奖都很开心 所有进入决赛的选手都获得资胜奖入选奖状 主办方期望透过比赛交流 激励更多人投入书法艺术的学习与传承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编ч aug quicker 谢谢你 好 sub indo by broth3rmax